一口气看完,战国七雄之奇国825年历史,公元前403年,周薇列王册封晋国代赴韩前,赵吉、魏司为韩景侯、赵列侯、魏文侯、韩、赵、魏、三国由此称为诸侯国,史称三家分晋。 至此春秋时代结束,战国时代来临,而经过春秋时期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,周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,到战国时期仅剩其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个强国,这七个国家被史学家称作战国七雄。 今天要讲的齐国就是七雄之一,也是老牌强国,立国于公元前1046年,亡于公元前221年,国作825年,分江旗和田旗两个时期,传27是40军,其中江旗传20是32军,田旗传7是8军。 公元前1046年,江子牙因在兴州灭伤过程中功勋卓著,被周五王封于齐的营丘,经山东省兹博士林兹区,建立齐国,视为齐太公。 江子牙虽然是齐国第一任君主,但他基本上一直待在周都搞经辅政,没有去救国,而是派自己的第三子江印去镇守齐都营丘。 公元前1015年,齐太公江子牙去世,在位31年,中年139岁,齐子将即继位,即齐丁公。 而齐丁公一直在搞经担任周朝的虎奔士一职,因此也没有去救国,在位期间依旧是将印镇守齐都。 公元前975年,齐丁公去世,在位40年,齐子将得继位,即齐以公。 齐丁公是齐国第一个当朝的君主,在位期间沿用太公时期的治国政策,修明正式,顺其风俗,开放工商之业,发展渔业延业优势,使齐国经济快速发展。 公元前932年,齐以公去世,在位43年,齐子将此母继位,即齐鬼公,生平不详。 公元前879年,齐鬼公去世,在位53年,齐子将不臣继位,即齐哀公。 从齐哀公的嗜好哀就可以看出他比较倒霉。 公元前868年,周一王听信纪国国君纪侯的谗言,将齐哀公喷杀,可怜的齐哀公仅在位11年就死于非命。 同年齐哀公的一亩地将近继位,即齐湖公。 公元前862年,齐湖公未防纪国暗算,将都城从迎丘迁到伯姑,经山东省资博市高清县。 齐哀公迁都的行为对齐人震动很大,迎丘百姓颇有怨言。 公元前860年,齐哀公的同母帝江山率迎丘人是杀了齐哀公,自立为君,即齐县公。 公元前859年,齐县公将齐哀公的诸子全部驱逐出齐国,同年将都城迁回迎丘,并扩建迎丘城。 因盈丘灵靠滋水,故改名为林姿。 公元前851年,齐县公去世,在位9年,齐子将受继位,即齐武功。 公元前826年,齐武功将女儿嫁给周宣王,与周氏联姻。 公元前825年,齐武功去世,在位26年,齐子将无忌继位,即齐立功。 齐县公昏溃暴虐,因此齐人非常痛恨他。 公元前816年,齐人暗中联络齐胡功将境之子发动政变,杀死了在位11年的齐县公。 但齐胡功的几个儿子都战死了。 齐人便拥立齐县公之子将斥为君,即齐文功。 齐文功过河拆桥,登基之后就将参与杀害父亲齐县公的70人全部处死了。 公元前809年,晋木侯娶齐女江氏为夫人。 公元前804年,齐文功去世,在位12年,齐子将托继位,即齐成功,生平不详。 公元前795年,齐成功去世,在位9年,齐子将够继位,即齐前庄公。 齐前庄公是一位忠心之主,在他的治下,齐国很快从内乱中走了出来,逐渐强盛。 公元前731年,齐前庄公去世,在位64年,齐子将陆府继位,即齐西功。 公元前720年,齐西功与郑庄公在石门会盟。 齐,郑两国重温在卢的结盟的友好关系。 公元前717年,齐西功与卢尹公在爱地结盟。 齐,卢开始交好。 公元前716年,齐西功派遣同母帝一众年访问鲁国,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。 公元前715年,齐西功平息了宋国与卫国之间的争端。 与宋、卫两国在瓦屋结盟。 公元前714年,齐西功与卢尹公密谋攻打宋国。 公元前713年,齐西功在中秋会见卢尹公和郑庄公,三方在邓的结盟。 同年10月,齐西功与郑庄公以成国违背周天子会师攻打宋国的命令为由,出兵讨伐成国。 公元前712年,齐西功会合卢尹公,郑庄公攻打许国。 同年7月许国沦陷,许庄公逃亡到魏国。 公元前710年,齐西功、鲁桓公、陈桓公、郑庄公四位国君在即的会见,商讨平定宋国的内乱。 公元前709年,齐西功与鲁桓公订婚,将女儿文江嫁给了鲁军。 公元前706年,北戎攻打齐国,齐西功向郑国求援,郑国太子乎亲率大军来源,最终击败北戎。 公元前705年,齐西功联合郑国,魏国攻打盟义,相议,迫使周环王把盟义相议的百姓迁到家的。 公元前702年,齐西功联合魏国,郑国攻打鲁国,与鲁军在郎的交战。 公元前701年,齐西功与魏国、郑国、宋国在鄂草举行会盟。 公元前699年,齐西功联合宋国,魏国、燕国攻打鲁国,此战齐、宋、魏、燕四国联军战败。 公元前698年,齐西功联合宋国,魏国、蔡国、陈国攻打郑国,郑军大败。 同年齐西功去世,在位33年,齐西功在位时期通过多次会盟和征战,使齐国形成了小坝局面。 齐西功也被称为春秋三小坝之一。齐西功去世后,齐子将诸儿继位,即齐湘公。 齐湘公在位期间荒淫无道,与异母妹文江乱伦,派彭生杀害妹夫鲁桓公。 他的两个弟弟江丘和江小白预赶齐国要大乱,纷纷出逃避难。 公元前686年,齐湘公的堂弟将无知联合联称,管治府发动政变。 杀了齐湘公后自立为君,史称齐前废公。 公元前685年,齐前废公到雍临游玩,被雍临袭杀。 齐国国君之位空缺,在外的江丘和江小白谁先回国, 谁就能继承军位。 最终江小白抢在了哥哥江丘之前回国继位,即齐桓公。 齐桓公在位期间历经图治,任用管仲为相,推行改革,实行军政合一,兵民合一的制度。 齐国在他治下逐渐强盛。 后,管仲针对时局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仪的旗号。 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后四处征战,九和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 公元前645年,管仲去世,齐桓公不听管仲的遗言,重用一牙。 开方,树雕,这三人专权后露出了狐狸尾巴,开始结党营私,没用多久就把齐国内部搞得乌烟瘴气。 公元前643年,齐桓公病重,他的五个儿子各率党羽争夺军位。 而齐桓公则被一牙,开方,树雕软禁了起来,最终饿死于高墙之内,在位42年。 桓公死后,齐国的霸业也宣告结束,最后齐桓公的长子将无鬼成功夺位,即齐中废公。 公元前642年,齐桓公次子江昭在宋湘公的帮助下回国袭杀了齐中废公,继承军位,即齐孝公。 公元前633年,齐孝公去世,在位9年。 同年齐桓公三子江攀派人刺杀了齐孝公之子后夺得军位,即齐昭公。 公元前632年,齐昭公参加了建土之盟,见证了晋门公的称霸时刻。 公元前613年,齐昭公去世,在位20年,齐子江设继位,即齐后废公。 同年10月齐桓公四子江商人是杀齐后废公,自立为君,即齐一公。 齐一公在位期间荒淫好色,昏庸无道,致使众叛亲离。 公元前609年,贵族秉畜与大臣雍直合谋杀害了齐一公。 由于齐人恨透了齐一公,便废除了他的儿子,继而从魏国赢回了齐桓公五子江源回国继位,即齐惠公。 至此齐桓公的五个儿子都当上了国君,齐国一连串的朱公子内斗也宣告结束。 公元前599年,齐惠公去世,在位10年,齐子江五也继位,即齐请公。 公元前592年,晋、卢、魏、三国派使者出使齐国。 晋国使者有点驼背,魏国使者有点博足。 魏国使者一只眼睛失明,齐请公站在楼上看到这三个残缺的使者后大笑。 如此无礼的行为让齐国与晋,魏、魏三国结了仇。 公元前591年,晋国攻打齐国。 齐请公被迫将公子将送到晋国当仁治,晋军才撤离。 公元前589年,晋、卢、魏、曹四国发兵攻起。 齐请公率军迎战,双方大战于安,金山东济南,史称安之战。 此战齐军大败,齐请公与大臣庞丑妇互换衣服, 玩了一出金蝉脱鞘才得以逃脱。 公元前588年,齐请公前去晋国朝建晋景公, 并遇尊晋景公为王,晋景公推辞不受。 回国后的齐请公痛定思痛,废弃烈怨,减轻妇脸, 镇绩孤寡,存问病残,输尽积继以救百姓,深得民心。 公元前582年,齐请公去世,在位17年, 齐子将还继位,即齐麟公。 齐麟公在位期间任用燕若,燕英父子为相,国世清明。 公元前554年,齐麟公去世,在位28年, 齐子江光继位,即齐后庄公。 公元前548年,齐后庄公与崔柱之妻东郭江司通, 被崔柱发现后遭其杀害。 同年崔柱雍丽齐后庄公的义母帝将处旧为君,即齐景公。 齐景公虽贪图享乐,但却深安治国之道, 他身边有两批大臣,一批是治国之臣,一批是享乐之臣。 治国享乐两不耽误,能够将治国佣人之道运用到如此地步也算是强人了。 公元前490年,齐景公去世,在位58年。 由于没有嫡子,他的朱子便展开了激烈的军位之争。 先是齐景公的幼子江徒继位,即齐燕如子。 不久后田齐发动政变,他先将齐燕如子放逐到台地。 后是沙,随即与朱大夫立齐景公另一个儿子将扬升为君,即齐道公。 齐道公在位期间朝政大权由田齐掌控,开了齐国田氏贵族专政的先河。 公元前485年,田齐去世,齐子田长继任齐父职位,继续掌控齐国朝政大权。 同年田长怂恿暴息及其人毒杀道公,改立道公之子将人为君,即齐景公。 公元前481年,齐景公欲驱逐田氏夺回政权。 结果田长先发制人,齐景公被杀,再位四年。 之后田长拥立齐检公之地江澳为君,即齐平公。 齐平公在位期间田氏专权更甚。 竟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义,齐平公对此毫无办法。 公元前456年,齐平公去世,在位25年。 齐子将基继位,即齐宣公。 齐宣公在位期间田长已死,齐国朝政相继由田长之子田盘和田长之孙田白把控。 公元前405年,齐宣公去世,在位50年。 齐子将代继位,即齐康公。 齐康公在位时淫于酒色,以田白的后代田和为相。 公元前391年,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临海的海岛上。 十一城以奉齐先寺,后来唯一的十一也被收回。 康公只好在头坡上挖洞为造。 同年田和自立为君,即田齐太公。 公元前386年,周安王册封田和为诸侯。 自此将其彻底被田齐取代,史称田氏代齐。 公元前384年,田齐太公田和去世,在位7年。 齐子田善继位,即齐废公。 公元前379年,被放逐于海岛的齐康公江戴去世,将其绝世。 公元前375年,齐废公被齐弟田武施杀,在位9年。 之后田武立齐废公之子田喜为君。 同年田武将田喜是杀,自立为君,即田齐桓公。 田齐桓公在位前期齐国被多次入侵。 之后他便创建纪下学宫,招揽天下贤士,增强齐国国力。 继而开始对诸侯发动反击,改变了齐国屡战屡败的局面。 公元前357年,田齐桓公去世,在位18年,齐子田因齐继位,即齐威王。 公元前355年,齐威王拜邹继为相。 公元前353年,赵国因进攻卫国的盟国卫国而召卫国干涉。 为君包围了赵都邯郸,赵国派使者向齐、楚两国求救。 齐玄王同意救援,派出两路大军。 一路与宋国警敌,魏国公孙苍所率部队会合, 围攻魏国的相邻,一路游田记,孙并率领救援赵国。 同年10月齐军取得桂陵之战的胜利。 公元前351年,齐威王开始贪图玩乐, 不理政事。 公元前350年,魏国攻打齐国,占领齐国的薛灵。 公元前348年,赵国攻打齐国,占领齐国的真诚。 同年齐威王听了机械鱼姬谏,开始历经图治。 同年齐威王去洛义朝见周天子, 天下人因此认为齐威王是贤君。 公元前341年,魏国发兵攻韩国, 韩国向齐国求救。 齐威王任命继为主将。 田英,田叛为副将,孙并为军师。 率军指导魏都大梁, 今河南开封。 这就是著名的唯魏旧诏。 最终齐军与魏军战于马陵。 齐军大胜,斩杀魏军大将旁军。 马陵之战的胜利使得齐威王的威望大涨。 齐国也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。 公元前334年, 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, 两国互相承认对方为王, 史称徐州相王。 公元前323年, 秦国入侵齐国, 两军交战于桑丘。 齐威王秉着用人不移的理念, 坚持任用匡张为主将, 最终大破秦军, 取得了桑丘之战的胜利。 公元前320年, 齐威王去世, 在位37年, 齐子田辟将继位, 及齐宣王。 公元前314年, 齐宣王趁燕国内乱, 发兵攻打燕国。 匡张率大军30天内就攻灭了燕国, 破燕都。 老国军燕王快被杀, 时任国军子之出逃, 后也被抓住剁成了肉将。 之后齐国占据燕国长达两年, 燕国灭亡。 公元前312年, 齐国在各诸侯国施压下, 从燕国退兵。 赵武陵王送燕王快数子积职回国继位, 及燕昭王。 公元前301年, 齐宣王去世, 在位19年, 齐子田地继位, 及齐敏王。 公元前300年, 韩太子死, 齐敏王派兵驱逐公子己色, 并伙同魏国一起强力公子就为韩国太子。 公元前298年, 齐敏王派匡张率齐, 为, 韩联军进攻秦国。 最终攻破韩谷关, 迫使秦国割地求和。 燕国趁齐国空虚之机偷袭, 齐军只得班师回朝, 并大破燕国。 齐敏王本想趁机灭燕, 却被燕国使者苏秦劝说罚送。 公元前295年, 燕国派兵帮助齐国公送, 受各国阻挠, 齐国只能在歌曲述成之后停止公送。 公元前288年, 秦昭湘王约同齐敏王称帝, 秦称东西, 齐称西帝。 不久两国都取消了帝号。 公元前286年, 齐敏王再次罚送, 并一举吞并了宋国, 招致各国不满。 公元前284年, 秦, 燕, 魏, 赵, 喊五国联军讨伐齐国, 齐军大败。 燕国大将越义率军攻入了齐都林兹, 齐敏王出逃到魏国, 后又辗转到邹国。 鲁国, 可由于傲慢的神器, 魏, 邹, 鲁三国都不收留他, 齐敏王只得逃到齐国五兜之一的举。 不久后, 楚国派大将闹齿率军入齐, 闹齿杀掉了齐敏王, 夺回了元属楚国后被齐国占领的淮北之地。 闹齿离开举城后, 举城百姓与齐国逃亡大臣拥立齐敏王之子田法璋为君, 及齐相亡。 公元前279年, 齐国将领田丹以吉墨作为基地打败燕军, 收复齐国七十余城, 之后田丹到举城迎接齐香王回都。 此时的齐国虽然成功收复失地, 但元气大伤, 再也无力与其他强国对抗。 公元前265年, 齐香王去世, 在位19年, 齐子田建继位, 及齐费王。 齐费王是齐国最后一任国君, 在位期间秦国已经成为超级强国。 但齐, 齐并不接壤。 齐国采取远交进攻的策略, 笼络齐国, 让齐国不要插手自己对齐与五国的征战。 公元前221年, 齐国已经灭掉了韩、 赵、 魏、 楚、 燕五国。 距离统一天下只差一步之遥, 同年秦王嬴政派大将王奔举兵伐齐, 齐国百姓都不敢进行反抗, 齐费王最终在陈池和后盛的劝说下投降秦国, 至此立国825年的齐国宣告灭亡。 齐费王作为王国之君, 下场并不好, 秦王嬴政将其流放到贡地, 且不给供给食物。 齐费王田建最终被活活饿死。